2009年一个高二女学生凭借着一张熟捧奶茶的照片 让张艺谋三次朝她抛出橄榄枝 可面对即将成为某女郎的机会 她的回答却是不感兴趣 婉拒了知名大岛后 无数网友夸赞她是不同凡俗 甚至还亲切地称呼她为奶茶妹妹 在那个遍地非主流的时代 张泽天仅靠一杯奶茶突出重围 成了无数男孩心中的白月光 两年后张泽天凭借宝宋清华 再度迎来了人生第二个转折点 只可惜大学不似高中那样 单纯张泽天有多受男生们的欢迎 具有多遭女生们的嫉妒 一时间坐壁挂科走后门等传言 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 只不过奶茶妹妹并不在乎 因为她正忙着倒追学长良职 能让奶茶妹妹倒追的男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据悉这个良职家族里有红色背景 而奶茶妹妹家里虽然不缺钱 但在全市上弱了不少 至此网友们这才明白 原来当初她看不上某女郎 不是因为年少不知名利乡 而是在选择人生道路上 她比一般人看得要长远得多 成为演员顶多就是个出名的戏子 但进了清华 她还有许多未知的可能 只不过这个可能不是良职 因为2013年 19岁的张泽天 远赴美国巴纳德女子学院做交换生 同年40岁的刘强东 也在哥伦比亚进修 比起事业有成的成熟男人 同龄的小男生瞬间就不香了 命运的齿轮就这样 无缝衔接在了一起 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奶茶妹妹 却多了一个抹茶妹妹 在老刘深陷一国丑闻的时候 家里的奶茶妹妹也同样备受煎熬 她不仅要忍辱负重力保老公 还要忍受被王思聪改名抹茶妹妹 2015年8月8号 43岁的刘强东和23岁的张泽天 终于宣布结婚领证了 可网友们关心的却不是这个 就在前一天 京东刚刚发布了季度财报 老刘在婚前透支了10年的薪水 总价值26.5亿元 而这些全部都是婚前财产 这意味着在未来10年时间里 张泽天要是离婚一毛钱都分不到 尽管老刘已经把防备写在了脸上 和奶茶妹妹还是毅然嫁给了他 不是张泽天为爱奋不顾身 他看重的根本不是刘强东的财产 而是那个靠他自己短期内 根本够不到的平台 在此之后 他也用实力向外界证明 他张泽天嫁入豪门 不是为了当花瓶 2018年老刘在国外陷入性丑闻 骚扰女大学生的消息传回国内 京东的股价一夜之间蒸发了上百亿 有网友戏称老刘防来防去 却没想到最该防的竟是自己 王思聪更是给张泽天改名抹茶妹妹 但凡这时候张泽天出个乱子 京东就会再添一笔流传千古的丑闻 可他却选择了原料 在丈夫举国皆知的丑闻发酵期间 张泽天只做了三件事 他先是晒出一家三口合照 用一句手得云开剑月明 稳住了京东摇摇欲坠的骨架 随后又和丈夫实质紧扣出席活动 在外界都传言他要离婚时 他却远赴剑桥读书深造 这并不是逃避 而是一次蓄力 在逆境之中不断投资自己 再次归来时 他已经不是当初熟捧奶茶的小白兔 而是机身富豪榜的女护卢泽天 从靠奶茶出名的小网红 到新财富500强最年轻的女富豪 张泽天靠的从不是老公刘强东 而是自己清醒毒辣的眼光 18岁拒绝张艺谋坚持考清华 22岁和大20岁的刘强东结婚 三个月后生下孩子稳固豪门地位 和丈夫齐登新财富500强 张泽天27年走过的人生 比许多人这一辈子还要精彩 有记得当初他选择这门婚姻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只是美貌和金钱的置换 可刘强东和张泽天的故事 根本不是霸道总裁和小娇妻的言情本 而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 想爬上金字塔顶尖的传奇史诗 婚后的她第一次以京东老板娘亮相 是在纽约举行的私人时尚晚宴上 半个纽约的时尚名流们悉数到场 她用流利的英语大方制词 向各路大咖介绍着自家的京东 这也被誉为张泽天漂亮的第一站 她喜欢结交各个圈子的朋友 张子怡39岁的生日上有她的身影 在联合国英国大使伍德沃德夫人 举办的宴会上和杨岚章鱼等人合照 甚至就连邓文迪的私人聚会中 也会出现她的身影 在金融领域上 她和比尔盖茨共进晚餐 与众多金融大鳄分享中国公益创新 她很会利用自己的热搜体制 当她和京东绑定之后 每上一次热搜都意味着 给京东打了一次免费的广告 凭一己之力打败了阿里半个公关部 有记者问她 有没有想过靠自己闯出一片天 她能自信地回答 我和老刘是相辅相成 如今的张泽天历尽千番归来 也不过才年仅二十七 属于她的未知也许无限可能